Renderforce.com 副市长名单梅杨秋星。韩国瑜,今进公布夜框时。 韩国瑜,又,今天接下高雄市长当选证书。记者林博华摄影。 国民党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,今天接受重选会颁当选证书,一并公布副市长夜框时,客委会主委黄武清,原民会主委林国权,却没有外传呼声很高的前高雄县长杨秋星。 韩国瑜强调,目前副市长究竟公布夜框时,被问及是否有排除杨。 韩表示现不针对个人讨论。 韩国瑜表示,目前决定的团队包括夜框时,因认知因素,约明年2月15日报道。 韩野现场授权准新闻局长王浅秋,未来新市府团队就值钱,对外发言一切以他为准,其他以额传额,混乱的讯息量太多,都不能代表韩国瑜本人,王浅秋准局长是完全能代表我的。 据表示,王浅秋是陆军官校53期,国防部三军联合作战参谋官退休。 韩国瑜解释,会选择王勇青,使因王热爱客家文化,客家血统,王也非常希望把客家文化推广,还认为责任感好,也有强烈使命感。 韩国瑜也说,邻国权有原住民血统,当过高雄市市议员,长期关心原住民事务,也热心要推广原民文化。 至于其他农业局长,海洋局长,京发局长等人选,韩国瑜仅说,京发,观光局有两、三位人选,他会一个一个面谈。 会不会留任前市副团队主管? 韩说,若表现好,专业能力强,且一心为民生经济冲刺,都可能留任,不会把话说满。 今天韩国瑜并未宣布杨秋新捞接副市长,韩说,今天究竟宣布列框时,还会陆续跟外界报告,但被追问是否排除。 韩说不针对个人,会通盘考量。 韩国瑜接下证书后致辞。 记者林博华摄影。 韩国瑜,做二,今天公布副市长名单没有杨秋新。 记者林博华摄影。